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台小新的机器 电脑其实是好的 并且也能开机 那它具体什么问题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证明玩偶说 之前是原机的CPU坏了 修好以后 这一个硬盘就被锁了 并且没有办法解锁 像这种修好以后 硬盘就被锁的 应该是换了一个新的CPU 而给这一台机器动手术的 正是当今的网红维修师 也就是浙江无燕祖 上一台21款的小新 已经被维修师那边轻松秒杀了 今天这一台是2020款的小新Pro13 看一下它今天能不能被我轻松秒杀 我们先把它的硬盘给拿出来 硬盘是三星的 之前21款的硬盘接口是在右边的 而今天这一台20款的 它是在左边的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拔掉 OK 电源我已经拔掉了 然后给它拆一下 现在的机器基本都是出厂 默认自带逼腰锁的 并且厂家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硬盘的恢复密钥 机器换完CPU以后 这个车门肯定也会跟着一起锁死的 因为你的硬件发生了变化 当然大家也不要误会啊 这一个并不是维修导致的问题 而是微软这种加密机制就是这样子 不过这名网友倒是一点都不慌 他非常聪明 在电脑没有坏之前 备份了这个盘的恢复密钥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当他拿到这一台修好的电脑 兴高采烈的准备输入恢复密钥的时候 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输入 直接提示请升级到最新的Windows版本 可是这一台机器 它已经是最新的Windows 11了 难道还有Windows 12预览版也已经出来了 虽然这名网友尝试过11的系统 但是我这边比较保守 只有10的系统 我们来尝试一下老一点的系统 能不能正常解锁 硬盘我已经接上去了 点一下这个解锁 还是一样啊 提示这个Windows版本不兼容 请使用较新的Windows版本 打开此驱动器 这种故障极有可能是之前 CPU损坏的时候有一部分数据 没有正常从内存回写到 这一个硬盘上面导致的错误 我们可以先尝试性的用PC3000 给它强制解锁 看看里面的文件能不能访问 好的 镜像这边我已经给它做好了 每次操作的时候我都习惯先进向圆盘 这是为了防止发生不可逆转的意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盘有一个NTFS的分区 这一个呢是没有加密的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加密的分区 输入这个恢复密钥 这边已经添加上了 锁已经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啊 里面解锁以后 是没有任何目录的 里面全部都是空白的 我们把它挂载到系统里面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我这里用的是Windows Server 2019的系统 分区在这里 直接一个Unternode状态 我们打开看一下 果然还是访问不了啊 直接提示拒绝访问 并且这里也在报错啊 那我们用Windows打开这个分区 只能来修理一下这一个损坏的必要分区了 其实能不能修好我心里也没底啊 然后浏览到这个加密的分区 前面这512个上区 是BL分区的分区加密签名 再往后呢 这一些呢就是它的分区里面的密文了 当你输入的密码是正确的时候 系统它会虚拟出一个用户的数据分区 让你访问到里面的真实数据 修这一个分区的时候 还需要额外借助一个完好的加密分区镜像 刚好我这里就有一个啊 这个镜像是上一台21款小新的 数据前几天刚发走 镜像我还没删 咱们来借用一下这个镜像 首先把它转换成硬盘 这是两个BL分区加密的 因为这一个修理时间比较长 我大概花了两三天时间 终于把这一个分区给它修上了 现在我们再来进行解密 来让我访问 可以看到一个NTFS的分区就这样出现了 并且里面的目录也正常啊 具体这一个数据有没有完全被解密 只能让机组来进行确认了 所以说大家能不用BL锁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不用吧 如果是原机自带的情况下 最好还是手工解除一下 不然以后电脑出故障了 这个锁有大概率会把自己给锁死的 因为现在很多电脑在出厂的时候 都是默认给你上锁的 也不会告诉你这个恢复密钥 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那这个BL锁应该怎么解呢 上一次网友留言说我的过程不够详细 现在我拿着一个修复过的镜像来展示一下 正常情况下应该如何解密 首先打开开始菜单 然后输入控制面板 打开控制面板以后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大堆的选项 但是别慌 我们在右上角进行搜索 直接输Bitlock 点这一个管理Bitlock 然后再找到这一个加密的分区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Bitlock 以启用以锁定 点这一个解锁驱动器 然后把恢复密钥给它输进来 因为这一块盘原本并不是在我自己电脑上的 所以会要求你输入这一个恢复密钥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输入这一个的 解锁以后这里会多出一些选项 你可以备份这个恢复密钥 或者是删除密码 关闭Bitlock 这一次我们要关闭它 直接点关闭 这样会提示一个正在解密 解密的时间取决于里面的数据量有多少 这里提示解密的时候 不要关闭电脑 也不要拔出电源 今天这一个算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了 即使备份了恢复密钥 但是分区损坏 一样是无法解密的 之前有一部分损坏过于严重的 我这边也没有成功修上 总的来说 资料恢复这一行 技术里面还是包含了大部分运气 最后我再说明一下 我这边并不是破解 而是修复 之前有不少网友问我 能不能破解Bitlock 像Bitlock这种加密算法都是公开的 暴力破解对这种加密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万一谁破解出来了 微软肯定要修复这个bug的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Bitlock加密能不用 还是尽量不要用 不出问题还好 出问题的话 像这种找回数据的概率 就是微乎其微了 好比如说 像这一台填排的机器 这名网友说是在系统里面 删除了PIN之后 就再也进不了系统了 硬盘被Bitlock保护 并且没有48位密钥 微软账号 我全部帮他翻了一遍了 确实没有这个恢复密钥 所以这一台机器里面的资料 又是一个被锁死的状态 我刚好要准备去退机 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大神 愿意接这一个活 帮一下这名网友 我这边对这一个是暂时没有办法了 继续来看一下 希杰这一边的测试情况 第一块做混合读写的 健康度已经耗尽了 但是上面显示的速度 好像还算正常吧 顺序读写测试的这一块 写入量要大一点 有2800T了 健康度还有一半多一点 另一块是做顺序加随机读写测试的 健康度还剩43% 之前还有一块掉顾件的送去恢复 对方表示已经收到了 但是还没有开始尝试恢复 那就只能继续等吧 顾态恢复时间长一点 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本次视频就先到这里了